我是Tierry 是一個風水設計師 風水我覺得簡直是中國古時室內設計 令一個人可以有正面的能量 地方位於柴灣區 樓底四米尺寸是1600尺 風水角度去看 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舒服 記得其實裝飾比較簡陋 因為這裡很高階層 第一次決定我們要有很多自然光 沒有加窗簾 我和老公都很喜歡自然的陽光 情緒上會比較好 一進門口可以坐和穿鞋的地方 那個位置我們掛了一些畫 放了一個余光 余光是水 水是材 再進去便會看到冰箱 空間都是比較開放的 牆上我們用紅酒的木箱去做的架 我這裡的90%的傢俱都是二手 朋友不要我就拿回來 植物、花草、木的傢俱都是木的元素 可以提升一個人的工作運 或者讀書運 另外植物是清潔空氣 提升一個人的精神 所以我家裡也有很多植物 有10月會去我的工作室 早上我通常都會花一點時間去冥想 最近也有一種叫就夏園 尺寸 secret 尺寸 那щеには用來比較 beginning 會呢 最重要是去平衡自己的心靈 قücke二下 加一個角樓的東西 走樓梯上去 如果想休息可以在水裡休息 窗邊那裡 就有一張沙發 最美的位置可以看到外面的海 然後也可以看到我的衣服 80%都是二手衣服 不同的顏色可以帶給自己不同的情緒 幾隻顏色都是比較黃桃花的 例如是一些比較紅色的衣服 很紅的也可以 我每個星期都會安排 起碼一至兩天走 真的什麼都不做 休息 自己有個安穩的開始才可以幫到人 我每三個月就會大清素一次 有些負能量的東西 那些我就會弄走 選擇會擺放一些很正面能量的東西 就是一對的獅子頭 中國人的傳統上代表比較脾氣的東西 有時可能會不會覺得 突然間運氣差了 會不會在室內都會調動一些東西 有時 室內是可以反映自己的習慣 自己的性格 所以這件事可以在室內裡調整 發到 吃尾巴 overview 到一段時間後 就不會再進入 然後再進變 去吧 吃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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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尾巴